博王哥哥 和你一起逛街 可是宝纳梦寐以求的事呢 卖香囊嘞 不好看的香囊 来看看 主要到了 公子买个香囊吧 自己给心仪的姑娘呀 来 你说 为何主子不带郡主一块儿来啊 该不会 她真想跟宝纳公主独处吗 傻呀你 主子是担心郡主的腿伤 知道了 买个香囊吧 怕会不甘负荷 所以才让她在家的 这位姑娘 来买个香囊啊 好香啊 博王哥哥 你凑近一点 闻闻 博王哥哥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些东西呀 看看不逢 这位客官 过来看看 七夕要到了 买个香囊吧 哎呀 公子真是好眼力啊 这款香囊 是我们这儿卖的最好的 绣工精致 香气独特 如果公子有心仪的女子 可以送此香囊 表心意 肃中情呢 是 是 是 若那女子出生于民门 又有些男孩子气 会喜欢这香囊吗 公子哪里的话 我卖了十几年了 还没听说过哪个女子 不喜欢香囊的 包起来 好嘞 你看那边 那人怎么鬼鬼祟祟的 是郡主 她在那儿干吗 别过去 让我解穿 一定是郡主担心殿下 被宝纳公主生存活泼了 才过来的 要不要告诉殿下 说不定殿下早就知道了 谢谢客官 公主 你买卖过 想要买什么 包这些钱 我待会儿过来找你 你给我钱做什么 为什么不把香囊 把香囊给我 公主 伯王肯定是想给您一个惊喜 本公主喜欢惊喜 殿下怎么不见了 你在跟踪我吗 我 好端端的 干吗跟踪你们呀 衣堂 我是出来 甜甜的衣堂嘞 我是出来买衣堂的 大哥 我要一袋衣堂 来了 要带 好 您的一堂 谢谢 您的 谢谢客官 没想到博王殿下一个大男人 也喜欢吃一堂啊 这是哪个宝闹的 好酸啊 还有个醋味 又没有让你吃我的 我走了 别跑 你腿伤还没好呢 你去哪儿啊 我有东西要给你啊 看这个宝堂是看了一下午了呀 马京 这宝堂明明是甜的 怎么说是酸的呢 某些人从时招来 今天下午去买宜堂的时候 应该不是刚好碰见博王的吧 是不是担心宝纳公主 跟博王殿下两个人 我是担心殿下会对公主不耐烦 露出马脚 所以才去看一眼的 是吗 没想到 她还挺懂得脸香细语的 你怎么还不去准备完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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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不饿吗 那公主和殿下组是要吃的吧 他们在外面吃过了 什么 你干嘛这么大反应啊 吃过就好 公主和殿下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你看义堂的时候啊 人呢 在博王的别院 两个人准备练书法呢 公主请留步 听说博王殿下要教公主练字啊 为什么不在大厅练呢 我来准备墨宝啊 不用麻烦了 不麻烦不麻烦 怎么会麻烦呢 在大厅练的话比较宽敞 可以使人心胸开阔 非常适合练字的 书房安静 容易让人心静下来 但也容易让人犯困 公主会认真学习的 嗯 博王殿下 孤男寡女 难道你就不怕 公主的情欲受到非议 我不介意啊 公主 既然郡主觉得不妥 我们去大厅练字吧 我才不要 马摘星 你是来捣乱的吗你 我跟你说个秘密好了 不忘哥哥 他买了一个香囊 要送给我 但大庭广众之下 他会不好意思的 所以 我才找了个明目练字 好让他跟我单独相处 占星姐姐 拜托你帮帮我好不好 别打扰我们好不好 大厅人来人往 大厅人来人往 的确不适合练字 还是去书房吧 免得被人打扰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我们走吧 一想到要和伯王哥哥独处 宝纳心跳得好快 怕等会练字会手抖 如果你要握着人家的小手 宝纳是不介意的 我 伯王哥哥 你站这么远怎么陪我练字呀 你不是应该要抓着宝纳的手 然后被我 练字无须人陪 只要心定便可下笔 公主回去坐吧 我不要 你不陪我练我就不回去坐 那正好 公主早点回去休息 本王还有公务有吗 我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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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练就是了 我乖乖回去练字 我乖乖练字就是了 以后 奇怪了 伯王哥哥打算什么时候把香囊给我 难不成 她是要趁我睡着了之后 再偷偷给我个惊喜 困了 陈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忘哥哥人哪 奇怪了 人哪 我怎么不小心睡着了 不忘哥哥 不忘哥 不忘哥 不忘哥